2024韩国大尺度悬疑电影震撼来袭 其内容竟将政坛黑幕全部揭露 剧情内容更是直击人心 再加上影帝赵振雄和著名演员惊喜爱出演 一经上映备受观众喜爱 让我们来看其剧情如何让一个以死之人逆风翻盘 就是开始李万才的妻子正要准备和他离婚 因为他不仅不出去努力赚钱养家 就连最简单的陪伴都给不了 更何况现在妻子已经有了身孕 万般无奈之下才走到这一步 此时不论他如何花言巧语 妻子都不再听信半分 虽然最后的结果李万才并不满意 但他还是想要为自己即将出生的孩子创造有利的条件 在到处打听后 最终来到一处破旧回收场 想要用一个妖子来为孩子谋福利 但因为消息本就是道听途说 所以跟老头再三确认是否属实 老头表示信息属实 但是根据左右大小不一样 最多相差不超过20% 可他天生就怕疼 更何况打一刀了 希望老头能给他介绍点别的东西来 老李顿时一脸猛逼 更是那么名字怎么卖 面对他心中的疑惑老头很快就找来人为他介绍 原来在他们眼里车牌和汽车同等价值 不论汽车是否存在 车牌在手就有价值 难道这是地方独有的车辆交易方式吗 很明显不是 所以名字和车牌一样有用处 名字也能 就这样老李通过卖名字 一夜之间从平民百姓 摇身一变成为上市公司社长 但只是徒有虚名并无实权 更是什么也不用做 甚至该章都不需要他 由为他配备的美女秘书来框框框一顿带 现在的老李已经今非昔比 成为了有钱人 自然就开始考虑一些其他的 在好兄弟介绍下来到一处补算师的住处 让他为自己的名字推算 老头得知他的名字后 立马就说出了他和妻子分开的事情 这让老李震惊不已 急忙问老头自己和妻子能否复合 可老头告诉他的结果令他难以置信 虽然老李已经实现财富自由 也让妻子过上了更好的生活 可这并不代表这是妻子想要的 妻子也并不想理会他 此时的老李并不知道 他的好日子很快就到头了 他所选择的这条路 也将让他追回莫及 很快老李就收到了中间人的电话 原来是街道内部消息 税务机查已经查到了公司经营异常的问题 让老李立马前往机场 并且已经为他备好机票 老李刚到机场就被中间人搜出了手机 框框两下就把手机砸得吸水 避免监听和追踪位置 紧接着再拿出百万美元 让老李出去公费度假 更是硬性要求花不完不准 老李早已厌倦了当傀儡的日子 到了国外就是各种想法 但这种奢靡的生活并没有让他沉醉弃重 甚至让他找回了一丝清醒 这一丝清醒让他认识到可能事情并不简单 就当老李坐立难安的时候 突然在电视中的新闻播报中 看到自己已经被通缉 通缉原因则是转移千亿韩元投资资金并潜逃国外 这可把他吓傻了 因为自己从来都没见过这么多钱 于是急忙给中间人打电话问情况 可当他打电话过去并没有人接听 可这时屋内的电话却突然响起 接听后并没人应答 而就在此时 屋内突然出现两个凶狠的飙行大喊 老李很快就被制服了 两人更是对他剩余的价值也全部榨干 然后将老李送上了殡葬车 运往几千公里外的无人地带 来过这里的人都知道 里面的所有人都是因为丢弃名字落的此下场 来到这里的人首先要被关进笼子三天三夜 因为只有受尽折磨后听话的人才有资格被安排当务 反之则会遭受没日没夜的毒打 在这样的私设监狱根本没办法逃离 而老李在这里两年早已经放弃了出去的想法 只希望能够见一面自己还未见过的孩子 他本以为会在这里劳累到死 在经过长达三年噩梦后他的希望来了 一个女人的突然到来 给他带了了生机 更是一巴掌将他从噩梦中抽醒 而女人来这里也不是为了单纯地救他 而是带着条件来的 因为老李贪污的千亿巨款 被一个新创立的党派用作启动资金了 所以希望老李能够协助他们 颁倒以黄议员为首的党派 老李同样提出了他的条件 那就是帮他找到妻子现在在哪里 女人毫不犹豫地就答应了 因为他连老李都能找到 找到老李的妻子更是简单 而老李敢答应女人颁倒黄议员 自然有自己的底气 他当初能够在这个领域撑了七年 自己作账的能力也是不容小觑的 所以他早就留了后手 女人表示早就为他准备新的身份 方便他和家人重聚 更是答应事成之后 还会给他百万美元 让他重回生活正轨 在女人的帮助下 老李成功再次回到了韩国 刚落地就满怀欢喜地 给妻子打去电话 令他意外的是 接电话的竟是一个陌生女子 于是打算去妻子的住处看看 当他来到妻子的住处 却早已物是人非 墙上也被讨债人涂满标语 就当他想要离开的时候 恰好碰见一个打扫卫生的阿姨 从他口中得知当年事发之后 李万才和妻子的离婚 被所有人怀疑是假离婚 将他妻子逼得想要跳楼轻盛 最后直到警方来了 他就想他妻子 他妻子在此之后 一直等着老李回来 最后实在被逼无奈 才移民其他国家 李万才到现在 他明白妻子并不是不爱他 也不是想要更好的物质生活 而是需要自己爱的人在身边陪伴 此刻老李也暗自下定决心 在解决完这件事情后 一定要将妻子和孩子找回来 紧接着他就来到曾经的公司 公司里已经破烂不堪 但这并不影响他找到 藏在这里的监控 虽然摄像头已经损坏 但经过修复 还是找到了里面的内容 从视频中可以清晰看出 是一个女人 拿走了当时的所有账本 在好兄弟的口中得知 此人正是当年 中间人老孔的女儿 老孔当年跟他一样 都是被操控的傀儡 虽然下场没有老李凄惨 但同样是死路一条 因为他虽然得到了百亿巨款 却被他人藏匿转移 留给他的只有巨额税务 得知此时的他被吓得差点要裤子 因为这样的巨额税务 他根本无力解决 此时的老孔也已经走投无路 内心再三挣扎过后 还是选择了一把火 了结了自己的一生 而老孔的女儿 认为父亲的死是李万才害的 所以一直通过网络 寻找李万才的踪迹 虽然大家都认为老李死了 但唯独他认为老李还活着 甚至找到大选议员 希望能够帮忙 澄清老李没死的事实 可身居高位的议员 哪里会为自己惹麻烦 而这一切都被老李看在眼中 老李也不希望自己 就这样一直被人误解 于是就在当晚 约见了老孔的女儿 因为老李想知道这个女孩 到底是为什么这样坚持 女孩看到老李第一眼 所有李万才的信息脱口而出 犀利的眼神 更是一眼认出眼前的男人 正是他苦苦找寻的李万才 老李直接表明来意 希望女孩能够将帐本拿出来 一起合作找出幕后的人 可女孩根本不相信老李的这番话 更是想给死去的父亲报仇 但在老李的再三劝说下 女孩还是冷静下来 决定和老李合作 揪出幕后真凶 却不料女孩回家刚翻出帐本 就被一个黑衣人从背后偷袭 帐本也被黑衣人成功抢走 即便老李碰见也还是没能拦想 现在唯一的希望也破灭了 女孩非常纳闷 为什么还会有人知道帐本在他这里 老李突然想起第二个知道的人 就是他的好兄弟 两人很快就找到了男人 面对两人的逼问他丝毫不慌张 甚至拿出受伤的手臂 作为借口摆脱鞋 面对男人如此举动 两人也只能暂时相信 走投无路的老李 只能再次找到女政客寻求帮助 但在政客眼里只有完成目的 根本不管他们的死活 再三考虑过后 两人决定来到这件事情的歧视点 那个破旧的停车场 在这里他们找到了现在的负责人 负责人本以为来了大单 却不料对方是来问问题的 得知两人此行的目的 眼镜男顿时非常不爽 可当老李拿出赚钱的好点 男人顿时变得喜笑颜开 因为在老李的指点下 眼镜男成功获得剧款 眼镜男也开始吐露心声 可当女孩想问背后的金主是谁 眼镜男瞬间变了脸色 甚至不要这笔剧款 也不肯说出金主 可当老李露出真面目 吓得男人目瞪口呆 眼镜男对老李还活着的事实非常意外 这让他想起网上看到有人说老李还活着的事情 本以为是这人吃饱了没事的 却没想到是真的 可当女孩摘下眼镜 再次让他猛逼 虽然眼镜男担心被报复 但为了还人情最后还是给出了线索 根据线索成功找到了知情人 而知情人也非常乐意帮助他们 因为他也被骗上一含冤 但因为对方势力太过强大 他只能自认倒霉 而女政客表示只要能约他单独见面 其他的事情他都会搞定 虽然这让女人难以置信 但还是决定带他们试一试 虽然他可以帮忙约见成功 但前提是准备两百个人 还需要一个看起来年轻的 并且容易上钩的女性去会面 而这个最佳人选就是老孔的女儿 在一番打扮之下 阿珠更加符合猎人的狩猎目标了 也成功见到了幕后金主赵会长 而这个赵会长 老李在三年前就见过 很明显当时坑他的就是此人 而此时的老赵一眼 就被阿珠的姿色所吸引 虽然老赵不太震惊 但办事从不行 第一时间就核对了阿珠带来的二百人 有女政客的帮助阿珠轻松蒙混过关 就当阿珠和老赵进行谈判时 屋内的电闸突然被关闭 而老李借此机会成功混进了屋内 心中积攒多年的愤怒在这一刻爆发 肆无忌惮地宣泄着心中的怒骨 虽然老赵看到李万才还活着也十分惊讶 但无论老赵如何逼迫他都不敢说出事情 即便是老赵同意指认黄议员 也缺乏关键证据 因为只有被抢走的账本上面 清楚地记录着每一笔资金流向 而除此之外还有一个办法 那就是找到当初绑架老李的那两个人来作证 可这根本不现实 老李现在想起那段经历都瑟瑟发抖 两人回去之后 将老赵和黄议员的消息告诉了女政客 女政客眼看老李并不能为他扳倒黄议员 于是想要助对方一臂之力 将老李骗到黄议员的演讲会上 在众目睽睽之下抓到李万才 以此来证明黄议员青睐 可当老李发现自己中了圈套已经为时已晚 在数万人的包围之下难以逃脱 不过老李依旧靠着这把老骨头成功冲出了重温 就当他以为已经安全了 突然当头一棒 当他再次醒来已经被牢牢地绑住 而袭击他的人正是他的好兄弟 原来他的好兄弟早已经被要挟 那天丢失的帐本也是好兄弟抢走的 就当老李以为自己要死在好兄弟的手下 好兄弟突然向老赵等人冲去 老此时再也无法载人 向这群恶魔宣泄着心中的怒呼 为老赵争取逃生的时间 可他就没那么好运了 毕竟对方人多是重 最终死在了对方手中 就当老赵以为胜券在握之时 老李成功解除束缚 一辆货车也破墙而入 原来这一切都在女政客的计划之中 为的就是让老赵放松警惕造成致命一击 然后从其手中拿回账本找出证据 将黄议员扳倒 虽然账本已经拿回 但老李只能从账本中找到百亿资金记录 剩下的九百亿全然不止 但这些也已经足够扳倒黄议员了 虽然没能全部查到 但女政客依旧履行了自己当初的承诺 将百万美金给老李用于新的生活 妻子的联系方式和近期照片也为他找到 看到多年未见的妻子 和从未见面的孩子 老李此刻的心情难以表达 他迫切地给妻子打句电话 妻子听见是老李的声音立马就想挂断电话 但在老李的追问下还是心软了下来 原来照片上的孩子并不是老李的 而是妻子的一名学生 老李的希望再次破灭 事已至此老李根本没办法再去改变什么 而另一边的阿珠发现了重要线索 父亲曾经赞助的球队和民一党的标志 有十分相似之处 很明显就能看出是同一设计师制作 由此可以断定尹医员肯定也参与其中 这件事情连辅佐尹医员的女政客也蒙在乎 当女政客找到尹医员 尹医员对此毫不避忽 这些人的做法让女政客十分生气 于是女政客在家中找出这些年的所有资料 将资料交给了老李 希望老李能够将尹医员也干掉 老李从资料中发现大多数收款方都是尹医员的亲戚 于是突然心生一计 将所有文件的盖章人从阿珠的父亲改为李万才 这样才有机会给老孔一个亲爱 于是两人再次找到黄医员 希望他能够帮忙打倒尹医员代表 很快黄医员就将所有资料公开 阿珠更是趁机证明黄医员所拿资料的真实性 不出所料尹医员倒台后 很快就有人找上门来 黄医员也成功为老李引荐幕后金主 可当老李见到这个所谓的金主 可谓是惊讶至极 因为这个老头正是当年给他算名字的那个老头 此时的老李心中还有许多不解 为什么自己会被卷入其中 原来当初老头早就看上他 准确地说是看上了他的名字 更是对老李没能实现名字的寓意感到可惜 所以把他的名字拿来借用了一下 很显然老头感觉老李这个想法十分可笑 于是决定让老李看清事实 打断他那不切实际的幻想 原来这些都是跟李万才有同样遭遇的名字 原来自己的命运在别人眼里就像是一场游戏任人宰割 当老李确定这一切都是拜这个老头所赐的那一刻 心中的怒火再也难以压制 后所有参与者都被绳之以法 无一人逃脱 迎接他们的将是法律的严厉制裁 而老李也成功找回了自己的名字 虽然名字经过万难已经找回 但人生轨迹早已经发生变化 更是无法回到从前 因为自己一念之贪 让自己妻离子散到最后一无所有 可见这一切并不值得 但在现实生活中 有多少人在面对权钱的诱惑时 能够恪守本心不被动摇